你知道变形金刚是怎么诞生的吗 其实他们都是被某个强大的文明创造出来的 而昆塔莎便是自称为变形金刚的造物主 虽然他的背景在电影中并没有详细描述 但是通过能轻松制服领袖秦天柱 可将威震天收到自己的麾下绝非简单 他的手下各个都是变形金刚中能独挡一面的角色 比如之前奉命捉拿秦天柱的赏金猎人禁帝 还有强大的组合金刚地狱火 以及古老的十二大守护骑士都是他的手下 但是十二守护骑士后来被盼了他 他手中的权杖 因此秦天柱被昆塔莎迷惑杀死了守护骑士 不过被大黄蜂拼命阻挡 秦天柱在战斗的过程中被意外唤醒 而这一切仿佛都在昆塔莎的意料之中 因为他又派遣了威震天过来夺取权杖 威震天将权杖交给昆塔莎 昆塔莎开始施法炸弹地球的能量修复赛伯坦 地球也就是宇宙大地 宇宙大地和原始天尊是宿敌关系 如果昆塔莎真的是变形金刚的创造者 那么他绝对是原始天尊的十三大长老之一 这样一来昆塔莎摧毁地球也算是情理之中 不过昆塔莎被秦天柱偷袭中断了尸法 最后又被大黄蜂在背后捕了一墙 瞬间化为一道蓝色光球消失在远方 并且他变成人形继续筹划着自己的邪恶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